看我这个衬衫颜色黑不黑 挺黑是吧 那也没有这些宠阳媚外抹黑 比亚迪这些汉奸卖物贼心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昨天刚刚上市第五代DM技术 他们开始抹黑了 什么话数呢 好像是统一的稿 有什么65升油箱大了 又怎么怎么样的了 有什么2.9升又不对了 有什么热效率46.06% 又这不对了 那不对吹牛了 首先要问你啊 这个车你开过吗 你没开过没试过 你为什么要抹黑自己国家的车 那合资车那么落后那么烂 你们为啥连个屁都不敢放 解释一下这个逻辑 唯一的解释就是 你们是假装中国人的日本鬼子 你们是汉奸卖国贼 就算你们挣钱 你们也得要点脸吧 是不是啊 啊 还有说这个65升油箱这个事 如果把油箱加大 就能续航长的话 那这么简单的道理 那以前合资车干啥了 其他的那些国产呢 我撕那些主播 就是那我撕你们干啥了 还整个啊 你不应该用大油箱 啊什么用小电池 应该用大电池 小油箱 如果技术那么简单 就匹配就匹配了的话 之前这些车骑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为啥不做出来啊 啊 65升的油箱配一个15度的电池 啊 就能跑2000多公里 2000亿 甚至有力撤出 2000 如果这么简单 你们为什么不匹配一下 你们为什么不这么整一下呀 混动吗 是不是 你们能不能用65升的油 油箱 加上15度的电池 哎 通过什么技术 就匹配就超过2000多公里 你们能不能 说呀 特别是合资和进口车 啊 虽然你们这些汉奸卖过的 一味的抹黑比亚迪 我不想理你 我只是一致对外 就对合资和进口车 什么日系德系 乱七八糟的 什么BBA保时捷打的 啊 来吧 说呀 你们匹配出来了吗 没有 那这是一个问题啊 那也比合资车先进度 合资车这么多年 他也没匹配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敢说合资车 反而专门抹黑比亚迪呢 比亚迪法务部啊 告148这个活 我只是刚开始 要起诉人太多 有规模的 绝对是汉奸卖过的 如果不是这件事解释不通 为什么要抹黑自己国家的东西 对不对啊 越先进越抹黑 对不对 只有比亚迪 在这个国产新能源车 这个赛道 全球第一 引领的国产车 把这个合资车 打的落花流水 销量 夺得好几个冠军 其他企业没做到 对吧 那你们为什么 还要抹黑比亚迪呢 为什么不能移植对外呢 咱再解释一下技术问题 其他那些核子的核进口车 或者是其他这些 这些国产 能不能用这个 65升的油箱 匹配15度电池 干出了2500公里 说啊 来吧 就不能团结点吗 这些人都得是干什么的呢 最后一句话啊 如果能把这些 车黑水军 汉奸卖国人 集中在一个地方 我就愿意消灭你们 因为你们太损了 知道吗 你们就不配活着 宠阳没外 膝盖怎么那么软 都给我站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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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